在夏天高温模式下 大家都想哪儿凉外哪儿待着 动物也是一样 在重庆 野生动物世界的工作人员们 费尽心思为动物居民们送去清凉 为了让这些凶猛的孟加拉虎享受清凉 动物管理员不但打开了电风扇 还定时拧开水龙头给他们冲凉淋浴 用自来水 元气的自来水给它冲澡 一般它们冲得越久 它们越享受 时间间隔应该在一个小时之后 就给它冲一次 比老虎更怕热的 还有这几只大黑熊 饲养员抽来地下井水 随时给它们洗澡降温 我们进来的时候 水一开 然后就站在这个门上来 等着我们跟它冲水了 它很喜欢这个过程 大块头的长颈鹿 同样受到了细心的照顾 管理员给它们准备了西瓜 胡萝卜 绿豆等丰富的消暑降温食品